龙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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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里的几个人都是感觉你不如你 才走到今天 不能睡觉别人都能照你 怕都是拖你来后退的 岳云鹏回老家 三个要好朋友的一番话 导致岳云鹏顿时泪流满面 都知道农村的习俗 男孩在农村都是家里的顶梁柱 由于岳云鹏常年在外打拼 家里五个姐姐 还有年幼的弟弟 所以家里的大小事 都是好朋友帮忙照料的 岳云鹏虽然现在是大明星 但是回到老家依旧是接地气的岳龙岗 岳云鹏回老家震撼十里八寸的村民 得知岳岳回来家的消息 村民瞬间把岳岳围的水一些不通 一点也不次于上台演出的气氛 为了村民的安全 岳岳手拿阔阴气 提醒村民注意安全 似乎没有一点明星讲 这次回老家正好赶上弟弟的大婚 婚礼上相声演员秒辨思议 岳云鹏化身村里思议 主持表弟婚 幽默的主持风格 惹台下众人爆笑 短短几句话 普通话和男话全出来了 不愧是相声演员 也分明体现了岳岳的空场能力 岳岳回老家这一趟 更是勾起了她的心酸过昂 当年的摆设也是这样的 不是原来这儿养养 以后牛 你跟牛睡一间房 然后后来牛没有了 因为门太大了 没法住了 哦 两个舱 原来这是我的小牛 岳龙刚 这是我的床 这是你的床 没有床 就是板凳 几个板凳大的 这全村 你们家条件算差了 儿时的岳云鹏 都是跟姐姐们住在一起 等到十几岁的时候 父母也意识到了 是时候该单独睡了 基因家里地方太小 岳岳便住进了牛棚 那种牛氛味的环境可想而知 最后家里卖了牛 牛棚也变成了岳云鹏的房间 众所周知 岳云鹏也是吃见了苦头 直到遇见郭德纲 岳云鹏彻彻底改变了命运 在德云社更是火爆到一发不可收拾 演出通告不间断 几乎没有时间和家人团聚 岳云鹏和师弟都出品 可能两点了都没讲 岳云鹏彻底下 岳云鹏彻底下不给家 天天大亮 叫这姐姐好好的 说我岳云鹏彻底下 岳云鹏随了你吃饱 当然岳云鹏也是一个善于报答的人 成名后的岳云鹏 为了报答五位姐姐 以姐姐们的名义买了五套房子 送给了五位姐姐 可见岳云鹏也是一个感性的人 一手粉红色的回忆 都能勾起岳岳的心酸事 岳云鹏曾经说过 自己这辈子最不想听到的歌 就是这首粉红色的回忆 这首歌对岳云鹏来说 包含了太多的心酸和无奈 一个那个直播的平台 其实一直在找我们 我们这么大市场 你们不参与呢 郭老师的三观有多正 如今直播带货行业真是风生水起 面对全国消费群体 直播确实来钱快 各大明星艺人都在直播卖货 对于带货郭德纲的回答很坚定 主要原因有两点 一是影响德云社的招牌 二是影响演员的身奖 因口罩原因 德云社没办法商业 岳云鹏开启直播 并且关闭打赏功能 会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 支持你不要不要朋友们 你留着这个钱 然后给自己买一个礼物 给父母买一个 哪怕买个瓜子 买买买天天个菜 这都是好的 对吧 近期岳云鹏关闭直播打赏 瞬间引发网友热议 一时间赵家班便被观众拿来 与德云社对比 对此杨树林在直播间里 做出了回应 说自己直播那是为了养家糊口 岳云鹏不一样 人家关闭打赏 说明背后有人支持底子印 你们看到的只不过都是表面罢了 对于这件事 德云社正好也做出了回应 郭老师曾公开禁止徒弟网络直播 而此次岳云鹏的直播行为 据称是经过师傅点头同意的 而岳云鹏不同于众多主播 一再强调粉丝赚钱不容易 不要给自己刷礼物 原本开不开打赏功能 完全是主播的自由 不管怎么说 岳云鹏此举赢得了粉丝的支持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您对本期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评论